中年好聲音3 經過兩場大灣區賽區決賽 大灣區12強誕生了 現在就聽聽這12位勇敢追夢的唱將 有甚麼故事 夢想對我來說已經比較遙遠 我已經很久沒想過夢想這件事 我有想過一個問題 我一定要做一件跟唱歌有關係的事 就是不想有遺憾 心驚膽戰 因為畢竟是一個比賽,而不是表演 所以對著那麼多的眼睛 其實也是很緊張的 可以了,你可以上了 那一刻我是很棒的 但這件事,我閉上眼睛覺得很響實 我想盡可能離開音樂更近 我在十多年前是做音樂的 這個舞台的魔力 會令我好像回到我以前最年輕時 就是歸來的少年感 中年只不過是數字一年來 其實我覺得人們最重要是活得開心 可以做到自己 這件事就是足夠的 就是男人最代表演的 以為何人最愛的 我走 你怎麼走 我走 拜託清風 不想抽象 祝福千尋 拜託清風 前兩年我生了一場重病 鼻孔癌、惡性腫瘤、中晚期 因為有了家人的支持 我才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悠悠地看著這故事 如同撲銷在唱的歌戲 全線為我發光痕跡 否則心勢就分手報警 2007年就來到廣州 來廣州拿一把吉他去地鐵賣唱 也是人家金陽生的地鐵歌手 一個為了生存 第二個能夠唱歌 能夠堅持這個夢想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一分 卻飛也飛不夠 從小到大 我家人和我現在認識的另一半 一直都覺得我有個醜小鴨 但其實我這麼久以來 也有不斷參加不同的比賽 無論是主持比賽還是唱歌比賽 不斷證實給他看 醜小鴨也有一片天 《中年號聲音3》這個舞台 對我來說是一個… 對於中年人很有魅力 很有魔力的舞台 可能對於音樂已經沒有太多幻想 想法的朋友而言 是再次燃起希望的一個起點 我真的一直很想唱歌給大家聽 我希望可以慢慢從幕後的經驗 積累後往台前唱更多好聽的歌 給大家 所以我就參加了 我懂得欣賞更多人的優點 在一個更寬的範圍中 讓自己接受這麼多的歌曲 所以我覺得懂得欣賞別人 就會放鬆自己 這是我這次比賽最大的感受 恭喜大威區十二強順利進溝 希望他們在中年好聲音這個舞台 唱更多好歌給大家聽,加油